首先让我们一起简单的了解一下 玄奘大师的历史贡献 这也是我当初讲玄奘 而在15年后重讲玄奘的理由 玄奘是距今1300多年前的高僧 他不远万里历经艰险 不惧生死悉行求法 精进求学 取回了真经 接着埋头翻译 他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 也就是古代中外文化交流 中国和印度佛教史 印度古代历史等方面 都产生了顶尖的影响 具备顶尖的重要性 在这方面绝对没有争论 这是大家一致公论的 就中外文化交流史而言 玄奘西行的足迹 遍布神秘的西域 中亚 而那里正是人类文化史上 独一无二的宝地 根据我的恩师 纪献林先生的意见 希腊 罗马文明 阿拉伯 伊斯兰文明 印度文明 中国文明 是人类历史上 四个最大的文明 而这四个最大文明的汇聚点 只有一个 那就是西域和中亚 这里的西域 包括中国新疆的大部分地区 这里是人类文明的大舞台 交流频繁 光怪陆临 当然冲突也非常激烈 各个文明 你方唱罢 我就登场 争其斗烟 这里的文化交融 极富成果 并由此向四周发射出 巨大而强力的冲击波 但是由于环境变迁 战争攻略 民族迁徙等种种原因 有关这一片广袤土地的历史记载 却少得可怜 正是玄奘大师 应唐太宗之请 和他的德义弟子汴基合作 为后人留下了一部大唐西域记 这就是关于这个人类文明汇聚点的 最最珍贵的史料 就中国和印度佛教史而言 先说中国佛教 玄奘大师培养了很多身材 率领助手和合作团队 翻译了多达1335卷重要的佛经 其中很多是最权威的版本 或者是最流行的一本 他将当时佛教世界最高水平的学说 带回中国 创立了法相为师中 也叫慈恩中 由于玄奘大师 对中国佛教的贡献实在巨大 他受到了唐朝皇室的特别尊崇和领域 唐太宗曾经评价说 玄奘法师者 法门之领袖也 还称他 只千古而无对 再说印度佛教 玄奘大师长时期的留学印度 在印度广泛的游历 广泛的请教 他所接触的 都是当时印度最具声望的学者 掌握了代表当时印度最高水平的佛学理论 印度当时的不少学说 在印度本土已然失传 正是靠着玄奘大师的汉语一本 才得以保存至今 特别可惜的是 玄奘大师用梵文写成的著作 都没有能够传下来 否则他对印度佛教的贡献 就可能更为直观了 就印度历史而言 玄奘大师的贡献 当然首推大唐西域记 其中关于印度的记载 弥足珍贵 无可替代 印度文化当然成就极高 但是却和中国不同 古印度没有中国这样的信使的传统 可靠的历史记载非常的稀有 这一点连马克思也指出过 印度不少学者就讲过 倘若没有玄奘大师 那么重建印度古代史 几乎是不可能的 有的印度学者甚至讲啊 印度历史欠玄奘的战 怎么估计都不过分 事实上大唐西域记 几乎就是重建印度古代史 进行考古发掘的指导手册 他的准确性 早就得到了考古学的证实 我在前面大致介绍了 玄奘大师的历史动险 当然只能是最粗浅的介绍 好比是在大河中啊 取一瓢饮 同时我还必须回答 朋友们的另一个问题 就算确实如你所讲 玄奘大师是一个重要而伟大的人物 可是他毕竟离开当下的我们 非常遥远了 玄奘大师对今天的我们 又能提供什么意义和价值呢 这等于是在问我 15年前为什么要讲玄奘 15年后为什么还要重讲玄奘呢 那么请允许我努力的回答一下 尽管肯定不能做到全面的回答 我相信真正伟大的历史人物 所展现出来的价值和意义 绝不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所能局限的 一定能够超越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和生存环境 超越时空 焕发出历久迷新的永恒价值 无疑玄奘大师就是如此 首先可以明确的说 玄奘大师身上最宝贵的精神 乃是为了追求真理 不避风险 面对种种挑战 绝不退缩 不惜肝冒付出生命的代价 玄奘大师当然是虔诚的高僧 他心目中的真理自然是指佛法 这一点我们毋庸慧言 我福音冯友兰先生提出的抽象继承法 就是对于传统文化的某些价值 应该超脱它的具体环境 我们重在继承其精神 玄奘大师为了追求心目中的真理 不惜偷渡 历经严酷考验 我们大家都很熟悉西游记 西游记里面讲唐僧取经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 这虽然是小说家言 但它的确是真实历史的折射或反应 我想大家都会同意 追求真理的精神是任何时代 任何民族都必须具备的 其次 我们知道 玄奘大师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 他还是一个虔诚的米勒信徒 他悉行印度 初心是为了追寻心目中至高无上的经典 据说是米勒菩萨口寿的 于且师弟论 Yoga Jarabu Mi 在印度 玄奘大师找到了这本经典 还找到了最理想的老师 当时佛教世界最高学佛 纳兰陀寺的士主 大乘有宗的最高权威 戒贤法师 那么以我们对宗教徒的一般理解 玄奘大师应该满足了 不会旁击其他学说了 不会越雷池半步了 可是历史事实与此相反 玄奘大师没有满足于 找到于且师弟论 进入纳兰陀寺 师从界限 他在印度 是广泛的游历访学 不受居限 因此玄奘大师的学问 绝不限于于且行派 而是广博的不得了 博及当时印度的大量学派和学术 实际上玄奘大师一路走来 无时无刻不再悬行 玄奘大师的西行求法之路 我们完全可以说 就是一条学习探索之路 玄奘充分展现了 专精而不封闭 开放又有所守的学习态度 这难道不值得今天的我们思考和学习吗